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哈囉 嗨 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蝶子滿天杯 為什麼蝶子會這樣一隻一隻一杯呢 因為今天是2019年元旦過後第一天上班日 金豬年就來了 所以我們今天為大家邀請了一隻豬 我不知道我們農委會的副主委 李退之副主委是屬豬的 我最大的 想不到你的金豬年來臨的時候 竟然受到全國的矚目 大家都在注意喔 是 這隻金豬不能穿太大吃 也不能吃得太多吃 因為很害怕就是萬一還是在這 今天有一個特別的來賓在我旁邊 要給大家隆重來介紹 因為他就是第一線的 這是中華民國養豬協會的常務理事林秋貴 人稱秋貴節 姐姐你好 主持人好 我們理副主委 觀眾朋友大家好 你剛才聲音就不是這個聲音 我喝一下水 剛才以來看了主委 主委我告訴你這事情不能這樣做 我讓政府這樣做的時候太快了 你說要怎麼應變對不對 他剛才說對著 意思是說要比較快 要比較快 還有就是 動作要腳踏要快 腳踏要快 現在就是在中夾就對了 你有多中夾我請問一下 非洲豬瘟 剛才秋貴節有說我們一項事情做得很好 就是我們用防災簡訊 這項事情讓所有的朋友開始重視說 唉唷這不是開玩笑的喔 是不是秋貴節 因為過去我在跟我的朋友說 非洲豬瘟已經瀕臨層下了 我們出國不能走馬兵什麼 他們對這個非洲豬瘟都沒有什麼概念 瀕臨層下喔 因為我們發防災集的簡訊給他們之後 剛才都自動跟他說 唉唷現在你的非洲豬瘟要進來 我知道這樣 但是我覺得比較可笑的是 我們的立法委員王毅民王委員 竟然為了這個在立法院 這時候我們這政府國安說什麼 說這些人來就有這個效應 在抗抗的時候都這樣抗抗 我在這裡豬瘟 我們這個民意代表 我們防堵非洲主委 不可以分黨派 大家做得來 這真的是國安層級的 對對對 三年來我們第一次在講元旦的時候 看到我們中華民國的總統蔡英文總統 在元旦文告的時候特別說到說 防疫的問題如果我們兩邊都沒有辦法真心合作 要談什麼兩岸一家親呢 這件事不是兩岸的問題而已 我們自己在台灣的報道 萬一碰到豬隊友這件事也是很要緊 也是很嚴重對不對 這件事像最近金融流過的這件事 我們表示說對方對到非洲地溫的事 不管他們是這個 我們希望說他們不是條工的 我是懷疑懷疑 如果不是條工的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說他們非洲地溫的事 這個控制已經失控了 所以如果是怎樣死豬會不會流 對不對 所以這個事情我們對到這個部分 包括金融媽祖這真的變成 再一次又變成台灣的前線 雖然說早前是什麼 單打雙不打還是什麼 打炮戰 雖然說很久已經沒有打炮戰了 問題是這個地溫的事 再一次讓金融變成前線 所以對到不管是小山東也好 還是雖然的翁來也好 還是甚至海雄流過來 不管是地溫還是本舍也好 大家都要提高警覺 絕對要把這些非洲豬 防堵在境外 不能讓他進來 不過很多朋友有帶流回來 我們帶流都不知道 他們的新聞都說 目前疫情並沒有爆發的趨勢 而且他的只是點狀發生 完全都在我們的掌控之中 我聽你的倒閉 因為那個版圖拿出來一看 阿大海啊 大家都有了 連福建都有 離我們很近 這個事情 這個23省市 對方23省市 都已經對到了 尤其是他們的擴散模式非常奇怪 他們本來最早發現是在東北 東北瀋陽那一帶 結果下一波發生 竟然就是在西南各省 所以整個為東北跳過來西南邊 這個跳躍式的擴散 空運 接著下一波發生就在東南沿海了 所以這種擴散的模式 表示他們是用到這種 不管他是用長途貨運也好 還是特別的這種人為的攜帶也好 以這種擴散模式 就表示這樣傳播 不管是幾個星期 就表示對方已經全國淪陷了 沒辦法了 但是我們怕的 你們家的事情我沒去處理 但是我很怕我們家的事情 在要過年 我跟很多朋友說在買過年 我們台灣用豬肉 真的是百分之九十的 我們都吃著自己營 對不對 百分之九十 還不夠了 我們自己台灣豬肉吃不夠了 我真的副主委上面說到 今天滷肉飯的故事後 我沒辦法想說我有一天沒辦法吃到滷肉飯 沒辦法吃到便宜 我們台灣好吃的東西 所有的台灣美食 跟膝蓋肉吃都有非常大的關係 是 萬不離以後 如果我滷肉飯就沒有湯 那時候 我們就真的 很難 就可能 有的朋友說 我就無肉不歡 我拜託 我在睡覺 不管你是要海運 空運 還是要遊記 有肉就不行 有肉 你不要再想 我是要灌頭的營 還是肉乾的營 真空包裝 都不行 都不可以 所以我們的選團已經做了很多 我們透過影片來看到 在你們為境外要進來的時候 一定會跟你說 要注意的事項 副主委 有 我們現在這堆鴨片 在北京也好 還是在下來的過程中也好 都有奉獎 其實不是說 發生這個火車在我們才開始選佈 包括新鮮的水果 包括肉質品 都是不可以為境外 都不可以 都不可以 所以 這是當期以來的規定 但 不過最近 尖對到火車在我們 你如果有火車在我們這個疫區 當然 我們現在最緊的就是中國 那規定的法則 就整個提高起來 從二十萬起跳 二十萬 開玩笑 你到底不是要賺多久 一年你就賺到二十萬 你待機場大概用口 也沒效 沒有效 不過我們現在都不可能有人賺錢 沒有人賺到 沒有人賺到 沒有人賺到這條錢 你放心 反正 他如果有台灣有貨車 我們一定絕對很快 他如果是外國 如果是非台灣籍 我們這禮拜 會用更加 第一 外國人 外國人本來 我們也是他在台灣犯法 也是照常可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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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如果以前 又帶到這些 對台灣國家安全 發生危險的東西 我們這禮拜 會有骨抵的辦法 我們跨部會要來參加 全期就賣給一賣了 禁止入境 禁止入境 水空沒有 冰臨沉下 滴到現在又要怕死了 我們都理解 到底是在煩惡室 跟大家聽著說 來來 可能很多朋友 不是很了解 就這個機會 尤其是我們漁業廣播電台 有很多在當中的朋友 拜託這段你會給我聽得上誓 你也知道我們養豬婦這麼辛苦 你真的不會去做那個 偷雞摸果偷偷度數情 不會影響 真的不會影響 對不對 秀貴姐 這個我們副主委在這裡 我針對這個副主委補告一下 我們的肉品的跨境物流這方面 也要很注意 因為有人在反映說 向大陸疫區買 油垢東西裡面都放煙槍 肉質品 有人說是阿公的營友 那外派說他們在中國大陸 都沒接到他們 政府給他們選擇說我們的疫情很嚴重 你們去台灣不可以帶這些東西 甚至也有人說 甚至有傳 這是不證實的 說在中國大陸有幾個機場 都說如果要來台灣的旅客 他們就拿肉品 叫他帶去這樣 我覺得這個 這個我們要啟動情字系統 了解這個動機 是不是蓄意要把我們中毒 國安局這邊要去注意這個 看來防範 再來物流這個區塊 這種風險像這個大 還有這個難控制 是不是我們來訂一個快遞物流貨品 這邊相當相關的罰則 還有這些東西 裡面如果有那種 有藏的那種不法的肉品 避免 違規的是快遞公司跟個人 我們都來罰款 最少 最低罰款 100萬元來起跳 因為我們這個世界要給他付出的工具 小貴姐你真幸運 看你10萬元都要好 你要給他100萬 來來來來 不說我給你贊成 你可能不太了解 這對三個月太大了 我給大家報告 這本來快遞貨運 他就是照相 每一天每一天都有檢查 都有檢查 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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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兩天 立法院也受盡通過 相對到這些 應該要實施檢疫檢查的這些東西 完全禁忌用遊遞的方式 其實大家 我們很多東西 其實大家都覺得說 政治跟我有什麼關係 憲法跟我有什麼關係 這裡有發現 為什麼郵寄跟快遞不一樣 快遞是屬於貨運 貨運你要做什麼 貨運你要寫貨品清單 可是郵寄是什麼 大家有沒有想過 憲法裡面好像有一條 每一個人民都有通訊的權利 也有隱私的權利 所以你寫貨 別人可以幫你聽 不可以 所以只要用 郵寄 用郵寄的這兩個字 這個東西就是不能聽的 不能聽的 而且他也不用跟你說 他裡面包什麼 如果一塊肉汁 所以 這個就是 我們已經立法院通過了 所有 俗藥實施檢疫的 不管你是動物也好 還是植物也好 還是水果社會也好 都不能用郵寄方式 來 所以你放心 我們隨便說過了 隨便說過了 所以這些部分 其實每一條通路 我先不給大家報告 現在我最煩惱的是什麼 什麼 就是每一個國際基調 每一個國際基調 為我入境的這些旅客的手提行李 現在我們還沒有辦法 逐漸檢查 這間 這間 其實是我們進的這個 缺點 所以進 我們這禮拜也是 要拿出來的 這個 跨部會 隨身心理 這也是要注意 對 因為我們現在很怕 就是航空 郵寄 包裹 快遞 剛才李退支副主委 改遷了 現在我們要進一步 這些都要把 測的部分 這些完全禁止 貨運 快遞的部分 本來每一間都會有X光 用電弓來掃 甚至 如果比較特別的東西 我們大家看到 我們那個檢疫權 不是只有基調 那高水的麵格爐 我們還有大隻的 為什麼要大隻的 因為那個火鬼 有的大小的 麵格爐買不去 所以要有大隻的 可以去扣 我們去扣 所以 我們都有照期間的檢查 問題是 像這種 蓄意 譬如說 快遞 貨運 網購 他明明 他申報的東西 會穿 穿 裡面 他說這是贈品 結果 買衣服 炸鹽 買寵物用品 炸火腿 這完全是 很恐怖的事情 哦 所以 這禮拜 跨部會協調會 裡面 也針對到 也針對到 這個部份 印象也特別支持 羅政委 要邀請到 經濟部 內政部 法務部 包括農委會 針對到這種違規的網站 看要怎麼把它抖起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長期抗戰 以前我們口提議 二十年 今年七月八爭而已 就要觀察一年 非洲主委在大陵 那幾少是三十年 唱歌姐跟我說 那三十年 處理不定 但是我們兩方 來往的這麼的 頻率這麼高 防不勝防 你要從機場進來 我還可以 你走過那個地毯還消毒 那鑽者 從這裡 從那裡 從那裡 你根本而已 沒有從哪裡 但是我們的宣導 你要知道 非洲主委 他沒有疫苗 百分之百 死亡率 冷凍起來 可以放動一千天 冷藏 還有一百天 如果人家 放在那裡 一禮拜 他還有病毒 那有多恐怖 我們在裡面 其實是很重要 這件事 還有人很害怕 就是 萬一萬一 我們台灣 如果去挑戰這個地毯 尤其是我們很害怕 我們用的治療 還有廚餘 這兩天 最近婚臨已經前一天 發聲說 我們現在全民禁止 不會可以用廚餘 我們市長的朋友就說 待身份多七八杯 我是要怎樣 小孩又再出錯 沒那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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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聽一下 你說你說 那不要黑白團 我看到七八杯 有那麼多 你說廚餘真正 我先來 前對我們副主委 他在說的 檢疫權 做一個補充的說明 因為 我們都 檢疫權在基調 有在執勤 很多朋友 還反映 包括我十一月份 去日本賞豐 回來 也覺得 怎麼都沒看檢疫權 來執勤 我請教那個 風險局 當時我們的檢疫權 沒幾隻 算數量不夠 所以沒辦法全面 算 沒辦法全面來執行 這樣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應該要 建議政府 多增加一些 檢疫權 可以發揮 算比較大的功能 去檢疫權 以防疫執勤的頻率 這樣 更加安全 再來 處於這個問題 對 像我們改館 我們的廚餘養主婦 降百文字 1.8而已 譬如說治療用到 九十八點字 我們翁縣長 他對這個 主婦的防疫 非常用心 是 二十五集 二六就 就開 跨部會會議 以及就就 三十九號的 廚餘養主婦來 座談會 跟大家 講這個重要性 這些廚養 他們也沒有去開會 這些廚養主婦 他們都 動議說 要來禁止 這個廚養主 所以我們現在 官員做這裡 配套措施 包括這 廚餘副 他叫人 餐廳 竟然 客人 還不夠氣 要跟人家說 還要希望我們 政府 治療的保障 是不是可以提高 跟曾祖 郭爐那些設備 可以保障 減少 他們要離母的 這廚養主婦的孫生 從 管府叫這廚養主婦 達到很好的共識 我覺得這要感謝我們 翁縣長 尤其在 我們 餐廚主婦做壇之後 第二天 他就開一看 他在應變中心 我們管長 當前指揮官 開始備戰了 準備應付 這回座主婦 處理政策 我是覺得 因為我們 台北 桃園 台中 都會型的縣市 跟我們 家義分農 農業型的縣市 要處理廚餘的那種 量能的能力是不一樣的 像我們分農自己 我法務局 他就有足夠的能力 來處理這個廚餘 我們 我們 我們提早全部 進出處理養豬 來割補算起來完全 我覺得這也是 跟我們 不能跟我們中央的政策 有什麼抵觸 他個線 你第一 都要為你 防堵 為優先 來 超前來 來防堵 是 OK 還有朋友在我們的臉書上提問提供 要加強多種語言的宣導 其實有 我們有什麼英文的 還有越南印尼的 太語 越南語都有 因為很多外配的新娘都說 我們不知道 不知道 你現在不知道 發情後你就知道 還有就是 各位 各位我們都在同一艘船上 OK 我們都在同一艘船上 千萬不要看戲 有人說 台灣早晚要淪陷 買好不好 副主委 我們真的早晚會淪陷 成為非洲豬瘟的疫區嗎 那天我們老院長去台中看這個 也是 沒錯 是用廚餘養豬的這間店 他差不多清一茶 幾千五茶 他說他十年前 那間店 算是三分的這個商品 是 他說 其實這十年 這真的是有回收到 包括單獨 包括染藥病 社會 他這十年以來 他那種都沒有中 都沒有中 重點是什麼 你知道嗎 那個老院長 他自己做醫生的 對不對 對 老院長說 其實不管怎麼樣 你不管是 用什麼來試 最重點是什麼 是你這種可以做到生物防治安全 有沒有 生物防治安全 因為家裡要爭取 有一些困難 因為你在煮的時候 有這個異味 所以有時候人會 空氣 空氣 對 就違反空污 人家去檢基 原部局檢基 來的是違反空污的話 最低罰款就10萬了 來一次來就要罰10萬了 所以一定這樣 本地處理就要煮了 因為這樣有的處理會不會煮 我希望如果處理會不會煮 要改吃治療 因為我們現在 農委會也有治療的補助 吃治療的補助 對對 對 今天從今天開始 所有用分的治療的這些用地 都可以借金去你們管治 管治政府 還是鄉定工作去定義 說好 我現在想要賣治療 還是說我想要改用治療治療 不管你是不要治也好 還是要換用治療治療也好 我們都有方案來幫你付得 不管是你整個補助 讓你梨木沒有要治療 還是說你要換作用治療來治療 都有方案來處理 所以今天開始 就都可以讓你去定義了 不過我們的朋友 疊點書也在說 這並沒有強制力 還有就是說 香港已經禁止出餘了 我們這裡說的什麼梨木 患童科 我們如果輔導這裡 沒有強制力 並沒有強制要這麼做 是不是 我們現在全部就是先用輔導的 來誘因來處理 現在直接處理 很多人還要來抗議 我建議政府 我們要將禁止除以養豬 定為我們最終的目標 沒有錯 我們撇招措施要快來做 我們不能到第一半進去 要來進去 那時候那時候 那時候是負責社會政府太大了 終極目標本來就是要禁止 終極目標本來就是要禁止 起的方向要一樣 我們不夠我們不可以進去 不可以進去 大家都有印象 但是要進去安心 我先用另外一個例子來講 不管你是下水道的汙泥也好 還是說我們汙水處理場的汙泥也好 大家有印象嗎 汙泥坨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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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坨 涉到重金屬 涉到什麼 這些事情就是因為這些汙泥 沒有所在的湯匙 還是處理費太多 結果清運廠商神祭 本身三星的工場 就載出來就亂不平 所以今天我們這些廚餘 我們一定就要像 至少要像翁縣長這樣子 整個藥所有的業者 包括要處理場 包括身體 餐廳這邊的餐飲業界 都要整個做會 說清楚 我們不是說進水 我們用利用這麼多的營餐 OK啊 營餐沒大金 問題是 這裡的不管你是家人 家戶廚餘 這個穿著對財的要有餐飲 以外 這裡所有做餐廳的 百會公司 還是什麼遊樂場的 他們這裡的所有的廚餘 包括連鎖店 他們這裡的事業廚餘 也要有所在的餐飲 如果沒有 你之前說這餐廳把它營餐飲 結果那餐廳說 我現在沒進去 結果如果沒有進去 那叫什麼 抬頭的行李有人做 了解的行李有人做 結果所以 萬不理有不孝業者 好來來來 我來幫你處理你 不用煩惱 那要怎樣 也是在家 如果不怕怕去殘忍 怕去水膏那裡 電腦變成另外一個防疫的破口 這樣我們就煩惱 電腦煩惱 所以也有朋友在我們的臉書 各位我們在臉書上大家要按讚分享 因為這是一個大家共同要做的事情 你知道我們這些豬都在同一條船上 還有就是 分享之後 我們要把這個觀念宣導給大家 還有人在臉書上問說 政府要硬起來 說到一堆這樣 一堆什麼你也不說 還有一個問題 金我很硬的 他屬豬的 他今年非要硬起來不可 開玩笑犯太歲 金豬年金真的真要命 還有朋友講說 就問一下 本壽蝦回收我們的廚餘 這可能跟民眾比較有關係 去做到肥料 還是說 這個跟非洲豬瘟的病毒 或是放在土地的時候 對我們人體是不是有害 這個有影響嗎 對人體是沒有害 不過 人家就沒關係 我用另外一個比喻 來跟大家分享 大家有看過 Mission is possible 年輕人看過不可能的任務 或是說其他的電影就知道 其實非洲豬瘟的鏡頭 如果在那裡就跟伊波拉病毒 在人類身上一模一樣 你會發 在那裡發生 再來就內出血 是 那內出血 然後就 抱歉就撞掉了 撞掉了 發病率99%到100% 沒有幾天 就整個死撞掉了 所以這個問題 我們 所有的目標都是一樣的 其實最高的原則就是要 防堵非洲豬瘟進到台灣 那現在在為什麼要講廚餘呢 因為跨境的廚餘 跟在境內流通的廚餘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傳播管道 可是不只廚餘喔 因為非洲豬瘟不像潛流感 潛流感是什麼 是空氣傳播 非洲豬瘟是接觸傳染 所以什麼 衣服啦 你走過的足跡啦 那都可能 鳥瘟 蝦瘟 走過的地方 包括狼 你的腳底 鞋子 你的衣服 包括你的皮膜 你瘦開 你去到大陸 去到中國 第一 你去到牠的蝦瘟中 第二 你去到牠的蝦瘟中 你去到牠的蝦瘟中 或是怎樣 看到牠的蝦瘟在那裡 千萬不能我過去看 不要好險 好奇 你去到中國的蝦瘟 回來之後 你也不能去台灣的蝦瘟中 現在蝦瘟中都不能開放 不能讓牠參觀 所以這個叫做生物防治安全 包括蝦瘟的部分 包括所有人員的部分 包括車輛的部分 包括你載的治療的部分 每一個管道都要切斷防堵 通通都要 我們不是說蝦瘟是什麼福島 我們不是說 做一個執政的政府我們要負責任 像我剛才說的 你現在蝦瘟整個抖起來了 你如果讓牠蝦瘟 牠去摻牠去水 結果讓牠蝦瘟 擴散的更嚴重 今天第一個 我們只要先防堵 我們境內的蝦瘟 裡面是沒有非洲豬瘟病毒的 這個是最重要 第一點 再來 為什麼大家會歡樂說蝦瘟會進來 或者說 牠場在台灣境內會流通會傳染 這是因為用蝦瘟的蝦瘟 所以才要把這個流通的這個通道把它切斷 把它切斷 所以我們第一個 所以我們第一個要掌握 要掌握蝦瘟的去向 你現在把它抖起來 反而變成潛入地下 變成一個無法掌握的黑術 化暗為暗 對 那個更恐怖 所以我們現在第一階段 先輔導你 不要用蝦瘟了 如果你在這短短的時間內 還必須用蝦瘟的部分 那我們一定要你全面爭主 一定要用蝦瘟以上的蝦瘟 要把蝦瘟十一張斤以上 然後等到我們整個措施到位的時候 我們就全面禁止 措施到位的時候我們全面禁止 這時候是要怎樣 我們要全面掌握蝦瘟的去向 這是怎樣 這是萬不離 萬不離 非洲豬有進來到台灣境內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麼樣 我們可以把它圍堵在個別的場 在可控制的範圍 對 它就不會透過蝦瘟或其他的通道 通路擴散到別的 滲透出去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先來看一下 我們的防疫其實宣傳了很多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透過防疫其實我們無所不在的 在運用這個影片告訴大家 你不聽說你不知道 臉書上有一些問題 我讓副主委各位手機解消化一下 待會兒來回答大家 來看一下這段宣討影片 傳給你的親朋好友 口提議的災情又在蔓延 除了全台灣106個養豬場受到感染之外 甚至連牛都傳說出現症狀 有病的豬內全部把它丟到這個大豪溝裡面去 在現場大概燒了有一個多禮拜的時間 相當的淒慘 整個產業好像要亡掉的感覺 副主委更直言 非洲豬瘟疫情大陸已經全面淪陷 台灣岌岌可危 完成了 再見 再見 來 趕緊 這件事我覺得大家很緊張 因為時間實在是沒那麼久 不過在臉書上面有很多朋友問了很多問題 來 我們請副主委給我們回答一下好不好 對啦 阿娥硬起來啦 通通抓起來 我也想要這樣啊 就不是硬起來的關係而已是不是 副主委 我雖然在農委會的服務 當然最近我也做過七年台南市的市議員 所以整個地方上 實務上的運作 我們是很清澈的 包括譬如說 婚姻 婚姻 我們在每一個地方政府 千萬不要做那種以臨為貨的政策 就是怎樣 咀嚼把人死不掉的這件事 就個人至少門前雪 沒有管別人往上裝 包括婚姻 婚姻的本舍 他們自己有婚化路 自己沒要燒呢 自己動起來沒要穩重呢 結果什麼人在幫他 嘉義 台南 高雄 三個館齊 三個館齊的婚化路 在幫婚姻 在燒本舍 在燒本舍 所以今天如果某一個館齊 他自己說他沒要處理什麼 都叫別人到三天 自己過得很爽 自己空屋都很好 自己的縣民都過得很幸福 結果呢 忘記有沒有在同一條船上 叫處兵去死 這種政策是不能這樣做的 所以包括到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 雖然說 如果慶菜說一個水灰 說我們所有的婚化龍 可以把所有的噴都三個月燒 抱歉 百貫市我是不知道 如果說台南市的婚化路 第一 現在台南市的婚化路 涼 整個月是麻的 含淨上要燒本舍 廢棄屋的槍上 要一勾位 要去吐個五檔的口袋 都吐沒有 第二 台南的婚化路 今年 今年就要開始水修 要開始延壽作業 就要收一支起來了 所以環保宿到底有多少 廚餘處理的能量 我們希望做一個全面的盤點 不管你是拿去燒也好 還是拿去做生殖能也好 還是拿去做堆肥也好 我們希望全面盤點 做一個真正的量 而且不只環保署 環保署現在真正掌握的是 是家戶廚餘 事業廢棄物 事業的廚餘 是不是環保署跟經濟部 應該做一個全面的盤點 不然坦白講 我要直接講一句話 我們農委會要了很久 環保署跟經濟部到現在為止 並不能給我們一個 事業廚餘的總量 你沒辦法跟我們說 我們當然知道我們全國的租廠吃掉多少廚餘 可是你今天其他的部會 對自己掌握的廚餘量到底是多少 根本講不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告訴我廚餘可以全面掌握 抱歉 我有點心虛 不過我覺得大家不要忘記 我一直用這台船給大家看 就是說 無論你在家裡你在雲林 你在台北 我們都在同一艘船上 我們沒有那個本錢 淪陷在非洲豬瘟上面 因為我愛養豬婦 我愛吃豬肉 真的勒 我真的很喜歡吃豬肉 我沒辦法想像 萬一我沒有豬肉吃怎麼辦 秋貴姐 你的豬一定要平平安安的 我真的要給我們 我真的要給我們 那天我們院長在說 每一個中 每一個雍地 一定要把我們自己的地條 構造什麼 把自己的金庫 一樣 你當作自己的兒子 所以不管你是廚餘養豬夫也好 還是用治療也好 我們希望你可以做到內外隔絕 每一個人的進出管制 然後還要說 都達到生物方式安全 如果做不夠的 如果有問題 我們一定 你隨便跟我講 我們叫專家輔導團 去幫你看 到底哪裡有漏洞 好 你盡量說 我來給我們養豬婦 我們現在沒事 不要去疫區活動 我們自我防疫要做得好 我們包括在那車 七條車 都一定要鐵鐵來消毒 每一間地條做工作 一定要有一個反衝區 都經過消毒換三條這麼多 我們廚餘沒有煮 絕對不可以 不可以在那裡吃 而且沒有改吃治療 因為現在有治療的補助 尤其我們治療的淺加很重要 動物蛋白都盡量不要染 最好都不要染 因為我們要注意選定 所以說他的動物蛋白 譬如說肉肺粉 肺粉 是不是來自疫區 你如果染到 就都害了 對對對 我們都盡量說 阻絕境外 萬人 真的 2月後 我給我們這裡刺激 第一時間他一定要主動通報 因為 那個豬肉就會做出 有一個症狀的血便 會崩壁 不得一刺激 對這種 還有異常死亡 如果解剖之後他的症狀 會症整個十倍 所以一定要地通報 算地時間要通報 不可以讓他拖出去 因為 你如果沒有地時間通報 算出地查出來 那是撲殺不補償 罰款罪到罰到一百萬的 也要讓我們這裡刺激病 我們現在在那裡就不能刺太常了 因為 萬人如果有地區便利進來 周圍三公里的地區 是移動管制半個月 所以我們事實到移動管制 移動管制關節不能出地 對問題 你在那裡會拐沒路 而且如果擴散到其他縣市 我們也要禁止移動 禁止多災 才要三至三到七天 那也要留空間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減少一些 留空間 而且我們也要整個說 萬人如果對的時候 菩薩教理會不會 我們要拜代理隊 現在就要想去這個地方 我是要保養政府 除以養豬 既然對這三業 為何的建議那麼大 還有我們的最終目標 剛才我們副主委在說 要處理處理那裡困難 環保育要償盡辦法 去改割這 世界上沒有那個不能做的 我們有辦法動 我們要動 不能夠進來 這裡要來動 這樣不可以 其實我們這裡 處理養豬是佔全部分八九十三 尤其這裡 那些年輕的 中南部這裡 飼料養豬婦 不是這個 飼料養豬 飼料養豬 佔八九十三以上 南部這裡 飼料養豬 他們非常憂心 我們這次的處理政策 所以他們一直 他在連續說 禁止處理養豬 這個連續活動 現在杜絕非洲豬 這個杜絕非洲豬 禁止處理養豬 這個連續活動 連續的這個活動 現在要在持續 我還在持續中 我跟我們副主委報告 我一直來看他們的網站 看他們的Light裡面 現在已經參加連續有 255條 頭數是124萬4千4百2 28條 他們已經參加連續255條 127幾條的頭數參加 我們要去政策問題 好好處理這個處理 因為不處理 我們這隻飼料 也會說全民這麼飼料 我們一切都不放心 我也要拜託 我們全民要集齊 我今天在討論 內部討論 說桃園 或者是其他國際議長 準備要實施這個入境的 這個隨身行李 每一件都要檢查 結果 有某一個台語說 這樣子會影響我們旅客的入出鏡速度 我們收位聽眾朋友 還有剛剛在臉書上發問的各位朋友 如果為了防治非洲租溫 你們覺得要延遲一下你們入出鏡的速度 你們願不願意請問一下 我真的覺得要放出 真的願意 我還說有夠認真 今天小貴姐來到節目當中 你看他很認真的瞎小招 瞎很多的體面命 各位一個子弟的朋友 這麼認真在做這些工作 就是要跟我們民眾說 你一定要要勉強這件事 他是嫁去他們家子弟的 一四人就對你子弟 我年輕時到老了 年輕時到老了 雖然看起來小貴姐也沒多老了 不過我們要互相就是說 這件事不是在開玩笑的 你也可以通報 現在也可以檢記 你如果看起來有一個走私的 大家全民來檢舉 最高檢舉獎金有五百萬 你如果買衣服 買衣服到他們的 看是哪一個賣家哪一個網站 請趕快給我房檢舉檢舉 你去檢舉他 我們就當作犯罪偵辦 你不檢舉他 我就懷疑是你自己根本就是買了一個豬肉 但是我們講的很緊張很激動 為什麼 真的讓我拜託一下 尤其是我們鄉民朋友 當時拜託一下 我們都在同一艘船上 千萬不要翻船 好不好 感謝各位 謝謝我們的農委會的副主委 李退之李副主委 謝謝我們的來自嘉義的林秋貴 謝謝 謝謝 阿你下課有比較不緊張嗎 還好 你看他要緊張的事情 拜託給大家幫忙喔 OK 拜拜 下週再見 下週三 再去11點20分 拜拜 拜拜